人家都要關艙了 然後就是大家一直在想說 小燦後來中間也不接電話 最後是瓜哥在那邊 一直跟那個check in的人聊天 一直說不要關 不要關 11點通告妳就12點多才到 因為我11點到妳也在舒嬅 我在旁邊幹嘛 對啊 我就在家裡舒嬅玩在嗎 好 遲到網約吃飯自己放鳥 這不行 他每次譬如說 我們有很多的活動在中南部 然後都要坐高鐵 然後我們都已經講好 譬如說這班高鐵 譬如說2點36分的高鐵 那我們是不是大概2點30 就一定要到 基本上最好 可是你知道嗎 他都是2點35分的 然後每次都要趕到 我們要趕到那門口 然後都是咻進去 然後馬上車就要開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有一次 我就跟他說 我說小燦 就是妳能再找 我例如說兩分鐘嗎 我真的不想要在那邊趕 他說不會 為什麼要找兩分鐘 他就是36分開 我們就是35分上車 這有什麼不對 對啊 我會想也對啊 然後有一次出國 大家已經在那邊急得要死 然後都已經那個登機的地方 應該說check in那個地方 人家都要關艙了 然後就是大家一直在想說 小燦 他就是在路上 他在趕了 然後後來中間也不接電話 最後是瓜哥在那邊一直跟那個check in的人聊天 一直說不要關 不要關 然後等等 他馬上要到 他馬上到松山機場 然後他就是一直阻擋那個 不讓他check in 所以就講到你後來過 後來無數次的跟著胡云禎出國 我都是在推行李奔跑當中 太辛苦了 在人家要關艙門的時候 他就到了 然後他就說是不是 飛機就是會等我們 然後他說對 真的 真的會等我 真的都有等我們 太誇張了 對 而且你會讓這個 好感喔 你天啊 年紀的時候我現在不會了 不會嗎 12點要錄影了 我們每一次錄影 11點通告你都12點多才走 因為我11點到你也在舒嬅 我在旁邊幹嘛 那不 我就在家裡舒嬅完再來 對 對啊 不是 就是大家會等他 然後真的喔 他在車上就已經化好妝 一走下來就說 為什麼還不錄 然後我們就說在等你 他說現在可以錄了 我都來了 我早買了 我早就來了 因為我如果要做這件事 我就會把自己設定到說 我現代下飛機 到現場別人賣 我就可以立刻錄 就是說本那些什麼東西 他都會提早傳嘛 所以我都會先看完 好啊 你們要講什麼 你們自己講啊 好啊 你是反駁一下嘛 你可以有這個耳朵硬 沒有 我覺得小貞姐 我覺得你們兩個都互動就是 其實你耳朵算是蠻硬的 其實你講你自己故事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 跟你是同一種人啊 你跟小貞姐是同一種人 沒有 對 我是唯唯會遲到 沒錯 其實我補充一個遲到的故事 有一次我們那個拍廣告 台舞的老師是藍波老師 然後那一支廣告 還有納豆跟Ken哥 然後納豆跟Ken哥 就已經到現場 我們全部的人都到 然後已經站在中間 那個就是Rey 那個Rehearsal 那個舞蹈這樣 然後他就 姍姍地走進來 然後臉就沒有笑這樣 然後我還記得 藍波老師就在我耳邊問說 因為心情不好 沒有 他剛起床都這樣 以前 以前 對 但他到現場 因為他如果一跳 就他可以跳得很好 他就跟小燕姐一樣說 我已經Ready了 我已經Ready了 所以我在等你們 晚一點到也OK 然後我們就會 也對 那你慢來 不要生氣 然後過了兩個小時 再跟他講話 其實我覺得 你剛剛到底憑什麼講我 對 對 怎麼會這樣 其實我覺得 你們這樣是對的 因為你們準備好 所以 對啊 應該是我們去服從人家 等一下 不對啊 我們至少要準時 如果我問你 如果說遲到的人 就是他一到 然後所有的 他都沒出錯都OK 跟一個沒有遲到的人 卻一直記錯舞步 對 對啊 很早到 然後最後一直跳錯 可是我很抱歉 好怪怪的 好啊 找到還一直跳錯 好奇怪 對啊 對不起 好母覆 來 我們接受你的道歉 看的是一個結果 對 我們看的是一個結果 好怪喔 重現一個人妖之爺 一定要選出 一位最像的 所以你就說 還是我們就是一起拍一張照 然後我們一起 愛了的媽媽 我說真的不要這樣 當下 大家在肉搜他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緊張 我就在想說 我要 燃掉 因為 我就不想要鬧上新聞 結果 然後我講說完蛋完蛋完蛋 結果果然就 就打來問了 然後 天啊其實 有傳了一封簡訊給我這樣 那我說根本沒什麼 我也沒那麼在意這件事情 那就是 就是長輩嘛 對啊 所以我也沒有 沒有特別去 看或是什麼的 然後我後來 回去再看的時候 想說天啊 怎麼已經 這麼多人肉搜他 然後這麼多人在抨擊他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不用搞成這樣 我沒有 完全沒有 對啊 就是 因為其實 蠻多人 就講那一張 好像 就是 也不只有他一個人講 像仁妖 但是在想說 怎麼他被肉搜也太衰了吧 那今天剛好 主角們也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會 重現一個仁妖職業 就思佳也會來啊 然後 跟妳說 還是我們就是一起拍一張照 然後我們一起 艾樂的媽媽 我說真的不要這樣 不會 因為仁妖很漂亮欸 對啊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去care或是 應該是說 我也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 這個藝人 因為我po上東西之後 我就很少在看底下 大家在留什麼 對啊 所以我就 我也真的沒那麼在意 我們今天一定要交給網友評斷 一定要選出一位最像的 當然是我啊 底下有人投我欸 我認真講一下 就是那張圖片 其實我們四個拍完 我們四個都有嚇到 因為那是一個男生幫我們拍 那你知道男生拍照 取的角度都會比較迷之角度 所以我們沒有拉腿長喔 可是拍起來就是很奇怪的比例 我們有那麼笨把自己拉成那樣嗎 沒有嘛 而且底下還有網友說 欸左二是誰 我 你看我化妝多會晃 我今天看的確是我吧 我們等一下會經典POSE重現 麻煩你們幫我把那一張 好好的看一下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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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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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對 你是空中間 中間 好 右邊 右邊的朋友 好 左邊 左邊的朋友 左邊 我們中間再補一下畫面 右手邊的 右手邊 左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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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點不被在乎了 她晚上沒有跟我說晚安 只想要 一點點問候 一點點安慰 她沒有在問候你娘嗎 她沒有在問候月母也太失禮了吧 不管怎麼樣都要粉紅泡泡 油粉我滷頭就不錯了 謝謝你們啦 你們真的很關心我欸 好像很怕我被羞欸 怕你羞了她 我真的說人生喔 人生 短短幾個秋 雅不醉 不罷休 我今天有看到很多底下的留言 那我只是想說 我這姐妹真的不缺錢 我們還在喝奶的時候她有多少的房地餐 不要這樣子 其實佩甄真的很努力 她從小就自己賺錢養家 他們家都是靠她來養 所以我覺得講這句話真的很不公道 或是你們以自己認知的 可能聽到的婚姻狀況 就做下的結論來評論她 我覺得是蠻不公平的 因為大家誤會我了 麵包這種事情就是我也努力過了 對啊 夠吃就好 你看她這個身材吸空氣也會飽啊 不管怎麼樣都要粉紅泡泡 可是這種粉紅泡泡不是三年就要結束了嗎 沒有啊 不可能 三年結束的 太短 那什麼生活 不行 我不行 你們已經要二十年了 到底有粉紅乳頭就不錯了 好靠泡 沒有 沒有粉紅 我不信 不要粉紅乳頭 不信是不是 不信你 很認真的去工作賺錢 是很棒 真的鼓勵 但是希望一小咪咪的時間 放鬆的時間可以留給我啊 我是想要一點點問候 一點點安慰 一點點關心 他們也在餵後你娘嗎 他們也在餵後岳母 也太失禮了吧 一點點關心 撒嬌一下嘛 我就是愛撒嬌啊 你那天po說 你老公出國 然後你在那邊哭倒在懷中 然後我們大家都想說 有什麼難過 對 不是老公出國 就是耶比耶比耶比 我的一半被帶走了 我怎麼會開心 怎麼會 那你又吃什麼啊 那你怎麼會 我覺得 嗯 我有點不被在乎了 就是 他晚上沒有跟我說晚安 聽起來好幼稚喔 真的耶 我沒有靈魂的早安晚安 我的意思是說 你至少你在睡覺以前 你會想到我 是啦 因為我永遠在睡覺前 會想到你 我甚至禮拜五的下午 小朋友請假兩節課 直接飛成都或飛上海 去陪坐坐 然後跟他一起一個短暫的週末 然後我們再回來禮拜一上課 很多女生就是希望說 跟另外一半能夠過平凡的生活 那時候我前夫正在開始要起飛賺錢的時候 我們一起租房子 嗯 然後那時候房子還有很多蟑螂 很辛苦的時候 對就是很辛苦的時候 真的辛苦 我們真的沒關係 我可以陪你住蟑螂屋都沒關係 嗯 我覺得只要兩個人開心就好 但是我覺得男生也有他的夢想 對啊 因為他想給你過好日子啊 他還不想你委屈住蟑螂屋 那怎麼辦呢 各位教教我們怎麼辦呢 所以他要去拚啊 那他要去拚的時候 我們就全力支持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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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